艾美 接下來呢 我要帶你去享受 注意聽喔 好 我被你卡成怎麼了 不是卡成了啦 不是卡成了啦 巴比米卡成 意思就是 肉比麵多的拉麵 你的圖是台語不好耶 不一樣啦 不一樣 對啊 然後這個拉麵呢 你吃就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收工了 你又要省錢了 有啊 店長好 你好 你好 艾美你看帥不帥 沒有啦 帥 帥喔 真的是在拉麵店裡面看到你 覺得我的媽呀 好像是遇到一個明星的臉 你看 沒有啦 沒有啦 非常的帥喔 但是這不是重點喔 對 重點是你的那個 對 巴比米卡成 什麼意思 你哪裡人 我不會講台語的 你看 是他的錯 不是我的錯 位於基隆廟口旁 在這有無縫急推的口袋名單 聽說有肉比麵還多的粉紅肉瀑布拉麵 粉紅叉燒將整碗拉麵鋪得滿滿滿 用視覺衝擊讓肉食怪阿達 我直接投降啦 口水都要流滿整個螢幕了 煮出採用溫體豬腿肉低溫烹調 輸肥過後粉紅色澤看得超餓 而大塊絞肉用特調醬汁滷過 再以噴槍炙燒表面 讓肉香飄散出來 色香味俱全 層層複雜工法 才能成就這道 肉食怪心中的極品美食 我要併到了 為什麼 拉麵的麵在哪 在底下 湯在哪 湯在這裡 你有看到嗎 你把麵... 把麵糊塗在上面喔 對... 肉也太多了 對 這個菜也對了 跟小山一樣高耶 是啊 我們來尋找麵 可以 你打開一下看看 這是菜喔 菜喔 很多菜很好喔 三次好喔 這邊是肉 雞蛋 雞蛋 有 還是肉 所以下面開始... 還是麵 對 下面是麵了 我看到湯了 還沒看到麵 麵... 麵出來了 在底部 拉出 所以這是拉麵 對 是拉麵的 OK 謝謝 不用餅的了 看到麵了 好了... 我喝口水了 我抽不了了 趕快來吃好不好 怎麼跟一般的朋友他們不太一樣 我們是... 原來有海鮮 臀蝦 臀蠱 臀蠱跟蝦 高湯和冰在一起 難怪 所以這一碗湯底是使用雙湯頭 難怪 就是這樣 顏色比較橘一點 對... 是蝦子嗎 對 味道還滿濃郁的 對 非常非常的香 因為在日本 他們有一些是蝦子的湯 就湯底做的 但是比較少見 味道真的滿道理的 對... 來吃吃看這個炙燒的 好 炙燒的拉麵的臀蠱肉片 我還真的沒有吃過 稍微蘸一點醬 這個味道比較黃味 我覺得不用蘸耶 光肉就很棒了 因為一般的那種肉片 他們就是比較細膚燙 或者已經有蘸過一些醬汁 乳酪之類的 對 他這個比較原味耶 然後一點點鹹 然後加那個炙燒好香喔 不錯喔 很香 你看喔 身為一個... 身為一個就是一半 你媽媽是日本人嗎 嗯... 你會給他們分吧 可以 你看喔 老闆 看看愛美這個愛吃鬼 一口接著一口就知道 這道拉麵主廚下了多少功夫 而酥肥過後的豬腿肉 再使用切片機切得薄薄的 那粉紅鮮嫩的肉質 吃起來就像在吃火腿肉界的老斯萊斯 頂級伊比利生火腿一樣 軟嫩有嚼勁又不乾柴 只要來店內吃一吃 就會被這獨特的口感給征服了 而主廚說希望來店內的客人 不只認為拉麵的配料好吃 主廚認為湯底更是拉麵的精髓 這紅塵塵的湯頭 可是尋用頂級新鮮賤蝦提煉的 蝦膏精華與精煉豬油 一同歷經三個多小時的熬煮 才能成就如此濃郁的湯品 接下來的這一道 也是肉食怪的夢幻餐點 來看看主廚又要端出怎麼樣的美食吧 這個需要一個這樣子可以拉起來 然後你們看喔 漂亮 這個也是養殖燒的嗎 不是 這個是使用舒肥低溫的 Slow Cook的低溫碰條 它這個做法比較像是法式在做的 對 是西式的方式 對… 那吃了一個西方人 那我就可以吃吃看 好 多吃吧 上次很明顯 最上面是你說的那個 Butter 蒜頭那些很好吃 我覺得在自己吃它也可以 就是拉麵是另外一個特色嘛 對 這樣吃 哇 天啊 你說了Sous Vide 我很好吃 你吃吃看這個超好吃 也不開玩笑 一定很軟嫩 很好耶 好重喔 好重喔 我來玩玩 這一口就 很軟 很Q 而且真的好蒜香喔 對 完全就是吸在裡面非常的均勻 很好耶 因為這一碗湯底 我們是使用黑蒜 黑蒜油 自製的黑蒜麵 難怪 所以它整碗麵就是用蒜的味道 去製造 因為湯頭非常重要 辣麵的湯頭 再加上這個辣麵 湯頭一口 很好 湯頭 很好 湯頭 湯頭 湯頭比較低 肉的湯頭比較多 所以剛好我覺得對味 很對味 想不想成 都各有特色好好吃喔 你們做得很好 謝謝 我看到的是你在前面的表現 但是當然大老闆在後面 我知道 他的努力 那你們真的很認真做 再加上這個價格 還有這些美食 這個辣麵 不管是混血吃 老外吃 還是什麼 太肌肉 還是國外的血吃 一定會覺得這個超讚的 而這比無縫臉還大的戰斧豬排 也是主廚以低溫烹調的方式 酥肥而成 用這種特殊手法料理過後的豬排 以往難以咬斷的筋肉 在酥肥過後 都會變成入口即化的肉汁喔 而這碗湯頭主廚可是下了不少功夫喔 使用新鮮豬油 將蒜片煎著金黃 提煉出黑蒜香油 加入常見的口感 溫潤的豚骨湯底 讓溫和的湯頭轉變成粗獷的口感 喝一口就能感受到湯頭的魅力 風騷無限 而主廚還有像隱藏版店內人氣小吃 究竟是什麼呢 艾美快幫我們來嘗先吧 這什麼啊 這個是我們特製的蝦煎餃 然後我們是使用煎蝦 把整隻煎蝦包在裡面 好脆喔 大哥一般日式煎餃不太一樣 吃它比較不油 肉比較乾一點點 因為日式的煎餃有些 其實有一點點油 有時候一盤放六個 我真的吃不完 只能吃兩到三個 可是這個完全不油 而且你們香腸好新鮮喔 對 很香耶 這個你可以吃吃看 馬上來 馬上來 艾美都很喜歡喔 好脆喔 這個從這個 這一面看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喔 各位 它的皮 它的皮 然後你們看這樣子出來 漂亮 蝦子兄弟 這是什麼做的 這個怎麼做的這樣子 你看啊 這樣子怎麼做 這是我們是有淋麵粉水 麵粉水這樣子做喔 特別喔 不好意思 我要用手這樣子 會稍微可以了解一下它 因為第一次看到這樣子 這個做法喔 看起來不錯耶 跟煎蝦的風味本身比較強 對 是嗎 滿好吃的 所以它算是食材上 是比較貴的品種 對 原來 是 裡面我記得是 你看喔 這邊是一般的肉 對 這邊是蝦子 對 所以裡面有兩種肉的口味 對 很明顯看得出來 而且你看喔 濃的不是 軟七八糟 很均勻的 這邊跟這邊是完全不一樣的 中間有一個 就是剛好是一個邊界 這道店內人氣小吃 主廚可是大手筆的選用 頂級賤蝦來製作煎餃 賤蝦本身就帶有濃郁海味 直接吃完全不用沾醬油 就超夠味 下次來基隆 記得來嚐看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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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